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疫情的關係 你們大家是不是都不敢出街和躲在家裡播劇呢? 大家都有加入一個最新的Disney Plus 或者Netflix這些平台的播劇 這樣呢 很難避免就要跟播劇人搶電視看 可能有iPad或者手機 可以自己躲在房間看 但始終都會差一點的 差一點戲院的感覺 戲院也不能去 那怎樣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拿回戲院的感覺回來呢? 沒理由買個新電視機 這麼貴 而且屋房也不是很多位置 那我們偉大的祖國 又有淘寶的神器出現 就是這些 二百多元就可以買到一個Projector 究竟二百多元的Projector 效果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給到少少 戲院的感覺呢? 我們開箱來看看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箱 看看裡面有什麼配件 首先呢 首先呢 它就有一個主機 其實這個主機很小的 你看看 很輕巧的 其實就很省位 裡面還有一些配件 有遙控 有兩腳的火鍋 有HDMI線 有紅白 這個是應該是音源線來的 即是你可以駁回一些 的音量 那沒有啦 裡面沒有東西的了 其實它這個呢 都有很多個版本 我呢 買了最低價的版本 即是說你一定要接駁 HDMI 或者是播USD手指 或者是SD卡 我們可以看看 這樣才可以播到東西的 它有些高階少少的版本 它就可以說 Sync with手機 即是你可以將手機的screen project下去 或者甚至乎 它內置了上網的功能 它直接可以上到YouTube 或者是一些Android的平台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看 當然它的價錢不同 它就不是二百多元那麼便宜 可能去到四五百元 那因為我沒試過買這些 的projector 我不會這麼貴 一次過給這麼多錢去試 那既然它那個project的功能 是一樣的 我們先試了最基本版本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它那個menu的操作是怎樣 其實它就可以讓你選sauce sauce來說 它就有分 所謂高清 即是HDMIC 輸入 那一個視頻 就是那個ABC 多媒體 就是USB TF 即是SD卡 那如果多媒體方面 它其實就會是有 即是USB 你可以分有電影 或者播音樂 或者播圖片 或者播一些Document的文件 它都可以的 那這裡就不逐一去試這些 那我們現在今天去試的 就是另外一個就是HDMI的輸入線 那由於我買這個版本 是一個最基本的版本 那所以它自己呢 就沒有任何的streaming的系統 或者app在裡面 那我就博了一個UTV的盒子 去試 那我們現在試一試 如果好像看電視 看右線那方面 那平時是怎樣 那個畫質會是怎樣 我們現在看一看 好啦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全螢幕的畫面 那一般看電視來說 我們要留意一下 它的字 是不是清楚 一般那個字幕來說 它都是清楚的 對啦 例如現在白色的字幕 因為它比較大 就是清楚 跟著那些酒馬燈 走馬燈來說 就是不知為什麼 它是某一些位置 可能因為我擺的位置 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譬如右下角那些 它就未必是那麼清楚了 那它就 但是其實它走馬燈來說 都算暢順的了 那也沒有說 拖著一些 一條尾這樣走 那當然啦 它現在它的畫質 說自己聲稱是有 1080T其實是沒有的 它告訴你1080T輸入的 那你現在看到的畫質 其實是介乎 我覺得是介乎 就是480P至576P之間 那你說去到720嗎 我也覺得未必去到720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回 現在我們大概是在 有7呎的範圍左右 已經可以投射出這個 50寸至60寸的畫面了 那你說其實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那你說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那當然Youtube的片段 你自己有得選擇 4K呀高清呀720P呀 那你都可以自己選擇的 那但是其實你無論什麼輸入呢 我想因為它的解長度都不算高 那變了 你看出來那個畫面其實就 但是你看這些字其實都清楚的 那你說很仔細嗎 那我又覺得不是 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字 其實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是readable的 其實都幾ok的 我們繼續看一看那個畫面先 好啦我們現在又看一段 Disney Plus的 Adventure 3 那看一下一些動作的畫面 究竟會是怎麼樣 那其實你看到就 它色彩方面其實是偏淡一點的 那但是它流暢度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電影它大概一秒鐘 24至25格左右 那那個 其實它那個refresh rate是不需要太高的 那所以變了就算說這些 projector來說 反而看下去就有一個電影的感覺 多過你電視機有電影的感覺 那你看到它 可能間中有一個很輕微很輕微的 疾的地方 那但是其實應該不關我projector的事 應該是那個盒子 Streaming 不夠力的問題 那但是你看一看它那些 譬如說那些字幕啊 其實都很清晰的 那我們過一會再聽一聽它的聲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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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你必須把這石頭拿出來 它留在我 正確,再見 Tony,你好嗎? 你做得好嗎? 你計劃幫我幫忙嗎 來吧 那其實 這個聲音來說 如果你在睡房來說 都常可以的 如果你一人來說,或者你帶耳機去聽 都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要放在廳那裡用 要駁得比較大聲 可能就要外接一些喇叭 其實才會有一些比較好的音效 因為它都是一些 很單薄的 很單薄的聲音 來的 它不會有你普通電視 可以出到的聲音 所以你搏一個外接喇叭 或者你用耳機聽 因為如果你做個人影院 我都強烈你用耳機去聽 是會比較好些 的 那我們做一點 Round up 其實 這個 投影機來說 它的好處就是 它很輕巧、很細部 你就算平時不用 將它收起來 都是很容易擺放的 也可以說 你有位置的話 你不就是調上天花 也可以 或者你放一個櫃 有一些層架 放在上面 也可以 另外就是 價錢便宜 你說 二百多元 你買什麼都買不到 是不是 就要更何況 你說買一個projector 當然壽命它有多久 我就不敢說了 但是二百多元 如果你玩了一年 其實也是值得玩的 另外它的配套都很齊備 HDMI線有 AV線有 也都送了這個布幕給你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家裡用一個白色 一棵牆 其實都可以 其實都沒問題 那它 其實就是這個價錢 真的很對得住它自己 但是也有不好處 不好處就是 它本身 它這個低階版本 沒有那些 梯形的調校 變成你那個位置的擺放 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買一部 比較好些 或者你家裡擺放的位置 是 不是那麼正面的話 那麼正面的話 我建議你買一些 高階一點的版本 那它裡面有一些梯形 較正 那其實畫面就會 再漂亮些 可以調校得好些 就不會說 有些高低邊的出現 但是 這個其實我覺得 就快的 OK的 那另外一個 不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散熱的風扇聲 是很大聲 很大聲 非常之吵 符符的聲 那 是很影響你 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觀感的 那 這個是因為它那個燈 它那個LED燈 或者它裡面那個 那個 那個power很大的關係 它的發熱量很大 那 變了它有一個 很強力的散熱線 才可以 就是push到出來 另外一個 我覺得比較 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 它 初初傳來的時候 那個 遙控是壞的 遙控是壞的 然後 那個 商家又說 我們那個遙控 那個power 鍵 是用來搭配的 我們不可以按的 那 這些又搞了一大輪 那 當然 你買開淘寶 你就要 接受這些 但是總括來說 其實我覺得 這一款的 projector 來講 就是 非常之高的性價比 也可以是你試玩的 第一部 那 我今天介紹到這裡 記得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 拜拜 別這麼快走 你們想不想要到這部projector 如果想要的話 記得去我的Facebook專頁 看看 如何才可以獲得到這部projector 到一旁 他們還是希望 而且 如此 你 超大